多謝大家回到 Ask Kenneth 今天很想講 關於男性的健康 我自己作為爸爸 作為丈夫 對身體 我自己對身體的健康是很重要 除了力量訓練很重要 肌肉訓練很重要 其實說健康 是非常非常之重要 為什麼要呢 好像昨天的新聞說 很多餅乾 很多零食會有滋飲 或者對男性的生殖器官 不太健康 其實很容易看 所有男性很簡單 看看自己的肌肉 記住 肌肉可以flat 脂肪不能flat 即是收緊不到 你看看這些 收緊後撕出來的肉 究竟是皮 只是脂肪 如果你撕出來成舊肉 如果這樣的話 你就需要注意自己的 痴性汗耳蒙 會不會太高 如果太多脂肪 的話 對於男性的汗耳蒙 是不太好 除了tricep之外 還有man boots 會不會flat 會不會太多肉 會不會太多肉 只是皮 如果太多脂肪 也要注意大家的健康 注意大家的飲食 希望可以吃多些蔬菜 肉類的控制 不要吃肥豬肉 或者吃燒肉的皮 或者吃扁皮 或者吃扁皮 那些皮 即是盡量捏 盡量保持於脂肪 是較低的肉類 是比較理想的 之前很多research說過 那些加工的肉類 譬如煙肉 香腸 都會等於吃煙的效果一樣 都會致癌的 所以我們會盡量去減低加工的食物 盡量都是吃些 如果能夠提供的 當然是吃生物的肉 如果不是的 普通的肉類都可以 但要選取的 比較靈性 即是低脂肪的肉類 會比較理想 我知道很多男性都吃很少菜 那菜應該怎樣去做呢 盡量都是蒸和煮 會比較好 因為要炒菜的話 它的維他命 就會降低了很多 變成你攝取不到 食物中的營養 你記住 我們吃東西落肚子的時候 我們不只是 這些我可以吃就吃 不是 不是你吃些什麼 應該說你 你消化到些什麼 即是你消化到些什麼 OK 現在的習慣 我每天都會做的 在去完廁所 起床 去完廁所 吃 喝第一杯水 之前 我就會 站上一個綁 綁一下 檢查一下自己 因為我知道自己 某個重量 我身形比較好 還有一件事 就是脫衣 照一下鏡 腹肌還在這裏 還有肌肉 還有線條 照一下鏡 我們很吸引自己的身形 如果你都想有一個美好的身形的話 那你或者會問 是不是好的身形就健康呢 或者健康 是不是就先有腹肌呢 我告訴你 越低脂肪的話 即是你的體脂越低的話 其實你的身體越來越健康的 原因就是 如果你身體脂肪越低的話 你身體的嚴正指數應該都會越低的 即是你患疾病的機會都會越低